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的气球 他说是极落的中国间谍气球 6公里到12公里高 中国说我的间谍气球是在18公里 飞得很高 怎么会在6到12公里 根本不是中国间谍气球 我们常常很困惑说 美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能力 美军为什么可以突飞猛进 就我们想说你是跟俄罗斯比吗 你跟中国比吗 跟日本比吗 你说说不是 美国有一个神秘的部队 它其实是吧 它是跟幽浮比 你带我们来这三张照片 这是20 导播我们看这个很重要 2004拍的 这下面是2015拍的 这个是2015拍的 那我们外航人看不到 你说这个东西就完全展现了 美国空军的能力 当2004年的时候 我看得到幽浮 但我不能锁住你 我不能把你给拉住 我抓不到你 可是现在美国的F-18 美国的空军 它现在看得到幽浮 而且它已经在空中 可以锁定了 对 宝贤我们等下看 第一个 放第一个影片 你可以看到 他在2004年 在尼米之号演习的时候 抓 你看他抓了以后 2004年 2004年 你看他啪 脱锁 就是没抓到 因为你 万一你要打他的话 一定要锁上 对 你如果不锁上 那显然就被他逃走了 逃走打不到 跑了 跑走了 跑走了 再锁 然后再锁 然后等下又爬了 所以说我要先把你锁定 锁定才发射 然后结果没有想到 这是2004当时的F-18 F-18我锁不住你 当我真的开始 我要开始进行攻击的时候 它的那个优福就跑掉了 对 然后 它就变形 跑了 对 然后我们再放下面一个影片 下面一个影片 你可以看到2015年的时候 我们放下面一步 你看它全程锁掉 根本没有脱锁的状况 根本没有 因为你只要有一弹脱锁 那飞量就找不到目标了 它全程抓到 而且可以看到 它各种转弯的情况 照得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优福想跑 它想转 但是都一直被F-18给锁住 对 你看它在转了 对 在转 你看脱下又抓 脱下又抓 那表示说 它的技术从2004到2015 something已经开始在转化了 这个美国的科技 已经在转化了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步 这个是还不是很快 第三步你看 很快的速度 很空间看 没抓到 啪啪啪追追追追 啪锁上 所以它那个镜头里面 飞行员讲 哇 他非常高兴 所以这也是 它的影片公布的原因 实际上 它公布这个原因 是有绩效的 它不是阿玛阿格公布 适当的时候 公布适当的影片 让大家知道 实际上 就军方的偷笑 你看 以前的技术不一线 我技术可以了 所以你说 如果觉得 你看全程抓到 全程抓到 刚才讲 美国现在的空军 美国的军方 美国的F-8A 到底有多厉害 它在空中锁定敌人的能力 到底多强 如果我们这样 你现在去跟俄军比 那根本不是对手 跟中国比 也不是对手 现在唯一的 就是这种幽浮 幽浮刚刚讲到 你从2004年 2004年的时候 我根本锁不住 那个幽浮想跑就跑 想闪就闪 想变形就变形 我根本不能锁住 可是没有想到 从2015年之后 这幽浮只要被我锁定 这是2004的 2004的时候 我还可以变形 还可以闪掉 对 可是到2015年 全程抓到 美国空军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对对 好 这个就是2019年 就是美国奥马哈航母 在航母上抓到 一个东西在水面上 一直停在地方 停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 这个不但停在这边 这个还有雷达佐证 那下面一张 雷达佐证的图 有雷达佐证 我们看下面一张 雷达佐证的图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看这个 看雷达佐证 最中间的 就是奥马哈航母 旁边围了18个目标 这18个目标 这18个目标 通通都是UFO 所以使得美国 不得不 了解这个特性 另外一个非常神秘的事件 现在也被美国 所公布出来说 之前美国不是讲说 我打到了很多 空中的间谍卫星吗 不 应该讲说 中国的间谍气球 打了好几个 可是说现在解密资料是 它打下很多个 结果只有一个 是中国的间谍气球 其他根本就是 不明飞行物 因为它的高度 它的速度 根本不是中国间谍气球 可以做到的 对 宝杰 这个真正是到 不明飞行物 真的不知道 UFO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但是其中一个 它有照片为证 这个是用 U2的飞机 旁边打的时候 打飞弹 U2看的 U2飞机看到 打到 打到这个 花了很多钱 所以这个不是中国的气球 这个不知道 是不是中国的气球 它说是 极落的中国间谍气球 那高度什么 我要讲一下 这高度根据资料所在 是6公里到12公里高 但是奇怪 有意思 中国说 我的间谍气球 是在18公里 飞得很高 怎么会在6到12公里 可能是飘下来了 所以说这高度 基本上也对不起来 但是它打到的地方 确实是把它打下来了 而且下面还挂了一根东西 这个东西有27公尺高 所以表示说 其他的所有东西都没有公布 然后就是一个新闻出来 方老师 你说在这个U4里面 最近丢出了一个地点 脾行者牧场 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比51区还神秘吗 这个比51区还神秘 因为51区是京军方控管 你根本针都插不进去 但是这个皮行者牧场 Bigger把他买下来 Bigger买下来 从1996到2016 他买下来了 买下来了以后 他就在这里面做研究 为什么 据称这个是超自然现象 跟UFO活动的场所 地点在哪里 在犹他州巴拉德东南部 在皮行者牧场里面 空中开一个洞 UFO出来 房子里面开个洞 有很多市人员的东西出来 方老师 你特别要提到一个东西是 现在有些资料 外星人不但存在 而且他就在地球上面 对 宝洁 这个是2017年6月份 Bigger乌 这很有名的人 等一下我会介绍 他在接收CBS 哥伦比亚电视台 60分钟 宝洁 这就跟关键时刻一样 收视率最高 美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他就讲了这句话 外星人不仅存在 而且就生活在地球上 宝洁你看现在就是这样 他完全是有英文讲的 而且你可以放成 在60分钟里讲的 你看这个是1分15秒 他在讲 他说absolutely 完全绝对是 而且他就生活在我们的周遭 讲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他说 他这个60分钟记者 口子很尖锐 他说你不怕被报复 或被什么样的追踪 他说我根本不在乎 然后重复两句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表示说他完全不在乎 他为什么有那么自信 看他有什么证据呢 对 所以说 现在我就要讲这件事情 第二个呢 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 这是最近的消息 叫大卫查尔斯格鲁森 36岁 他已经退伍了 退伍才敢讲 他说我们并不孤独 同时 他这个很劲爆的新闻 这是六五月中才讲的 美国拥有完整和部分完整 完整哦 跟部分完整的 非人类太空舱 就是UFO 讲得很清楚 太空舱 对对对 非人类 非人类 讲了非人类 non-human beings 讲得很清楚 好 我们过一页 好 这页就告诉你 他数目都告诉你 美国有12具 more更多的 外星人的太空船 然后这个呢 是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美国军方 跟情报单位的contractor 中间那个牵线的人 吹哨的人 讲的话 这个时间是 2023年的 6月7号 就在上个月讲的 好 那你看 我为什么 这个叫 这个叫Scientific America 我们台湾翻成科学人 中国大陆叫做 环球科学 这是美国保守派 主流派 科学的第一名的刊物 看到没有 2021年的9月跟10月的刊物 Title就是 Alien Question 外星人的刊物 然后说 外星人这么存在的事情 从科学的根据来讲 是真是假 所以我特别拿来 而且这被飞行器锁定了 Natural 从来不报 第一次讲 好 下一页 好 这个我就讲 这几件事情 第一个 1995年 在拉斯维加斯的机场 参议员哈里哈德 很有名的 就是参众议员里面 后来当了少数 多数派的领袖 50 跟50岁的时候 跟Biggory相似 谈外星人 其中还有什么叫做 Portoff 这个人很有名 叫Remove Viewing Stanford的人 太空人 阿波罗14号的太空人Michelle 又来了 1995年 他们就已经接触了 过去谈到很多 幽浮的传说 讲那是乡野奇谈 那根本就是鬼扯淡 根本没有证据 也没有权威的消息 可是这次不一样 这一次刚刚讲 这只有两个人发布 两个人 一个人是 哈佛大学天文系的教授 罗布就这个人 另外谁 另外是五角大厦 全领域异常现象 解析办公室的主任 扣克派区克 联合有六页的报告 六页报告讲 你在天上看到一个 像卫星一样的东西 这个像人造卫星的东西 什么 它是一个星际战舰 对 美国现在已经开始认真 在研究幽浮 它真的要征服宇宙 为什么 因为美国去年7月 就成立了一个叫做 全领域异常现象 解析办公室 而且放在五角大厦 对 而且它是归属 在五角大厦 正式针对各种异常的天文现象 来去做研究 因为以前 通常都叫不明飞行物 可是他们现在开始 好好去理解 这些不明飞行物 对于地球的意图是什么 所以现在 这样公布一份 这个大概是六页左右的报告 而且这六页左右的报告 仔细看这个 这是很完整的一个什么 我们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报告 就是这个格式 是非常标准的 自然科学的格式 它是有标题 有Opture 有Introduction等等的 One color的格式 这东西是很正式的报告 有谁呢 全领域异常现象办公室的主任 跟哈佛大学天文系的教授 所以这不是随便写写的 这也不是所谓的备忘录 这是很正式丢到期刊上 发表的文章 是我们导播带电视桥右边 这个有任何念理工的 有发表过理工相关的报告 都知道这是非常非常标准格式 上面第一行是题目 下面是作者 作者会有通讯作者 然后作者的来源 然后Opture跟Introduction 它是非常标准的一个论文的格式 它谈什么 原来外星人来过地球 而且它是用所谓的太空母舰的形式 来过地球 什么意思呢 它这个领域报告里面说什么东西呢 说外星人可能在很久以前 就已经来过太阳系 而且来过太阳系 它不是单兵前进 太阳系 对 它是从太阳系开始 而且它不是单兵前进 它是有一个类似于母舰的 这个母舰就是类似 我们大概就星际大战看过嘛 有个超大型的 里面有非常多小型的 所以星际大战是真的 对 它里面真的用所谓的 外星母舰这样来形容 里面有非常多释放那种小型的探测器 就是类似于我们那种无人机一样 在整个太阳系里面 去做所谓的探测 然后他们说除了来过太阳系之外 也有可能来过地球 而且他讲来过地球的过程中 现在哈佛望舰机是看不到的 美军有一种太空监测系统 可以在三万六千公里以外的高空 看到一公尺长的不明飞行物 美军应该针对这类东西 积极去做检验 那这个报告里面写得非常非常完整 他甚至说像这种小型的飞行物 进到地球周遭的时候 会看到类似火花或是火球 这就是空气摩擦 火球 对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类似这种闪光散点的时候 其实这闪光散点可能是 外星的不明飞行物 进入到大气层时候的瞬间摩擦 所以他说这些现象 都不要把它当成箱野奇谈 而且我们刚才讲了 它的速度非常奇特 而且它会变换轨道 更夸张是什么 更夸张的是 它都是三角形的 现在人类的飞行物根本没有这种形状 对 我们现在看到这种不明飞行物的 第一个 它的形状是三角形 这三角形完全不符合 我们现在做的所有流体力学 应该有的飞行器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们现在看到所有飞行器 它的飞行的轨迹都是线性的 由东到西 由南到北 这很合理的 可是我们看到非常多不明飞行物 都是由东忽然变成南 南忽然变成西 翘越 对 西或变北 就是说它的移动方式 可能不是我们熟知的这种物理的惯性的原理 而你可以看到换左换右 然后我们即便拿长镜头去对焦 可能你看都不见得抓得到 一下子出现在镜头内 一下子可能出现镜头外 这表示说它的移动是完全非线性的 那其实五角大厦这个全领域异常现象解析办公室 有分析过它这种成立之后 接受366次的通报 你知道吗 其实有366次 366次不明飞行物的通报 可是你知道吗 有171次是完全无法归类的 它其实有讲 这366次大家有看 26次是五人机 这OK 163次其实是气球 气球 中国气球满场 163次是气球 所以气球已经很多次了 对 很多次 6件是鸟 扣掉26件的五人机 163件气球跟6件鸟之外 171次骑 其实叫做无法归纳 所以到现在来说 其实还有很多事情 是我们没办法解释的 可是大家觉得说 这件事情很远对不对 其实美军有可能打下外星人过 就在最近发生事情 最近 对 最近我们不是 所以不是罗斯威尔 射线是罗斯威尔 射线之后还有 好 我们不是在2月4号的时候 打下一个中国气球吗 美军全程直播 然后Live 然后掉下来还要去捞 对不对 可是后来大家不还记得 还有三次击落气球的案件吗 2月10号 2月11号 一次在阿拉斯加 一次在加拿大 一次在休冷湖 对不对 分别击中三个气球 对不对 可是我问大家 有没有看到气球 没有看到气球 有没有看到影片 没有看到影片 你到底打下什么 对 现在人家美国商业内幕 特别画自一张地图 他说其实美军到现在都称极落的 除了东边那个中国界点气球之外 对 就这个我们熟悉的界点气球之外 这三个至今都是不明飞行物 你知道吗 也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然后他们记得去问美军说 你有没有捞到东西 美军都推动说 因为掉到汗无人烟的地方 所以捞不到 所以美军至今都定调为不明飞行物 而且还记得吗 他说其中一个是八角形的外形 有没有 但是我们还要讲说是 西外要说是八角形的外形 对不对 可是没有一个飞行物是八角形的外形 你的气球飞行团也不是八角形的外形 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美国政府至此至今 都没有解释这三个的来源 它的功能 它的设计都没有 甚至没有打捞 所以这三个的 目前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司令 都称这三个叫做不明飞行物 都没有称之为气球 所以现在美国情报界是真的 把外星人 把不明飞行物当成一个军事事件 来去做研究 其实俄罗斯他现在也是要来打航空战 包括他在北极这边 他部署的是什么 包括呢 我的航空基地 包括我的雷达 所以傅老师 其实没想到 就在俄乌战争打得正憨的时候 竟然有幽浮出现在乌克兰基辅上空了 现在这个乌克兰 既然有一个叫做 VICAdvice的杂志说 乌克兰的国家科学院 发现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期间 有大量的UFO 他说到处都有UFO在飞 对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个报道里面没有提任何的照片 因为它速度太快 但是根据测量 他们用特殊的一机测量 大概是3到12公尺 那么大 但是呢 太快 所以没有办法看到 但是这个陈寅你知不知道 这个不明飞行物呢 在到乌克兰的上空之前 先要经过台湾 他先经过台湾 为什么 因为台湾有一个时空区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些照片 这个就是6月5号到12号 22号在基隆上空拍到的 但是这个拍到的照片 因为它速度太快 确实不能够用普通的相机 因为很多都是晚上 你根本没有办法看到 因为速度 第一个白天 你速度太快看不到 你晚上又是黑的 更看不到 那这些照片还是经过特殊 特殊的 特殊的人 特殊的人 经过特殊的时间 跟UFO上面沟通 沟通了以后 然后把那个讯息 他说我让你拍 因为UFO是 他让你拍 你拍得到 他不让你拍 你是拍不到的 让他拍 所以说这是拍到的照片 你可以把那个照片 跟那个基辅的照片 有机会大家比对一下 但傅老师为什么说 这一些UFO 他们到基辅之前 有先经过台湾 他们一定要经过台湾吗 对 它有一个时空区 刚好就是在台湾上空 台湾上空 在6月 我这边写到6月5号 到22号的时候 这一些不明飞行物 出现得非常频繁 所以连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 然后经过打完招呼以后 说可以拍 他就拍了几张照片 这个是另外一批 另外一批 你可以看到 这个都是不像普通的UFO的照片 它好像四边有一个运 都会看起来很像眼睛 对对 然后中间有一个能量点 然后这些也是 这些都是很特殊的照片 那怎么拍下来的呢 就是用普通的iPhone拍下来的 然后人家用iPhone传给我的 然后时间刚刚就是说 6月5号到22号 你可以去查一下 6月5号到6月22号 就是乌克兰战争非常频繁的时候 非常频繁的时候 所以它频繁的时候 大量的经过 然后你只要看到 没有什么经过的时候 表示天下太平 如果有频繁的经过的时候 第一个 这个发照片给我的人说 他头会痛 因为他们彼此传递的时候 他的能量传递的时候 头会痛 痛了以后 然后就会得到 告诉他们来了 然后再拍了这些照片 你看他的 这是晚上 6月1号晚上11点的时候 对 11点 你可以看到 他能量的变弯 原来是 这个形状都差不多 原来是蓝色的 然后变白色 白色变透明的白色 透明的白色 变棉花的白色 最后变成一团 啪 最后消失 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 他经过乌克兰上空 拍到的照片 因为乌克兰这次 VIC的报道上 没有任何的照片 我现在提供这个照片 我想也是唯一的照片 好 这个是9月27号 最近不是白色的 是红色的 为什么变红色的 不知道 有原因吗 可能有原因 因为他们 跟他们这个战争 什么东西有关 表示说 这个乌克兰 跟俄罗斯打仗的时候 这些不明飞行物 你都在观察 打到什么程度 什么情况 他们要了解 然后这些就是 很明显的照片 然后你看这个照片 它的变化 大小的变化 最后你可以看到 也是变成一团东西 就会越来越模糊 对 一模糊 然后这一团东西 前面是白色的 对不对 现在有点像是黄色的 所以表示说 这些里面 是不是能量的变化 还是它里面 在做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不晓得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这个是今年7月份 7月1号到11号 Time 有一个专栏 叫做Space Time的专栏 Jeffrey 这个人 他是时Time杂志上的 最重要的一个 关于太空航空的 一个评论员 是 很少写文章的 他在这一天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是说 NASA在研究了60多年的时间 研究不明飞行物 他研究了每一个 注意哦 每一个进入太阳系的飞行器 而且这个飞行器呢 每一个都是外星智慧生命 然后现在他说 现在UFO 因为这个2004年最早就是 Centriago 以前我们的节目上讲过 Centriago海军军舰出来 然后F-18拍到 第一次 然后这个机密卸出来 到后来 几十几年 2004到现在 2015 2016 然后呢 所有资料都没有公布 所以说他说 只有143件 但是呢 因为后来这个照片公布了 国会开始 就还开了听证会嘛 结果呢 公布了400份 表示说 现在美国已经逐渐 把相关的资料 对外面释出 而且释出的情况呢 几乎多了三倍 那这个情况里面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说 他有一个 他说 他说 他发现到一个 不明飞行物体 他从上空到下降 从上空 啪直接掉下来 掉了多少 掉了54,000 feet 然后呢 经过他的速度来算 他相较于54,000miles per hour 大家注意 54,000miles per hour 这个速度不是人类的速度 70倍的音速 70倍的音速 人类10倍的音速 都受不了 70倍的音速 所以根本不是人可以承受的 而且他的大小 是跟747相近 这个是 这一篇7月份的报道里面 非常权威的报道 表示说 美国现在对于UFO的东西 已经逐渐 已经开始公开了 而且公开情况的结果 表示说 美国现在 他说你们军方不要管了 我现在全部交给NASA 而且其实傅老师 我发现说 这个时间点很有趣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 在台湾发现UFO的时候 还有刚才 这个美国航太专家 他所发表的这篇文章 其实都是在6月底 7月的时候 对 这个时间 这个陈寅你讲得很好 这个时间 这个是巧合呢 还是刚刚好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个事实来讲 表示说 这个UFO这个东西 美国要放出这个消息来 然后最近又说 乌克兰把所有的东西 告诉你说 虽然没有照片 那我把照片放出来了 在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期间 有大量的UFO参与期间 它会不会让你战争 到了某个程度 它会控制你的战争 我们不知道 但是到目前为止 它一看 反正没有关系 你那个枪炮打来打去 你只要用核弹 你只要用核弹的时候 很可能 这些东西就会动手了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好 我们现在看几部影片 这是目前 这个 我们看到 你看 这是几个UFO的光点 这是美国拍到的 Top 10 Top 5 前五件 最有名的 而且不可以解释 你看那个光点 一直在天空闪烁 非常快速 这个东西 然后由四个点变两个点 刚刚是两个点 现在变四个点 这个东西 如果是一个拍到 没有关系 而且你看不一样的颜色在闪 对 十个人拍到 没有关系 大量的人拍到 所以它做成这个影片 给大家看 这个是美国目前最风行的 你看下面两个了 两个一直在闪 一直在闪 像火球一样的东西 一直在闪 什么东西不知道 而且这个出现的时间 都是在晚上 而且天气很好的时间 天气不好的时间 你根本看不到 这是一个影片 我们快速看一下 我们来看 这部很怪异 这个也是美国拍到的 只有几十秒 你看一个人 你看到没有 一个东西在走 一下子不见 这个是谁 这个是 有点恐怖 这个Denver ABC的7 7号电台 ABC电 很有名的 很权威的 你看 走过去 然后啪 一下不见 一下不见 看到没有 真的不见 真的不见 这个Denver 这个影片拍出来的时候 收视率 奇高无比 你可以看到 很怪异的东西 所以表示说 这很奇怪的东西 所以说 我们看看 现在讲的 基辅的 不明飞行物庭的现象 是不是表示说 但一旦 俄罗斯 跟乌克兰战争 到了某个程度的时候 停船点出现的时候 外来的物体 就要干预了 我们就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